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大陆巡奇 随着两岸直航政策的逐步放宽 大陆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直接跟台湾通航了 对于这些城市的了解就越来越显得重要 所以大陆巡奇从本周起将为您陆续推出直航城市的系列报道 希望这样的安排对观众有所帮助 说起两岸直航得从金门跟厦门之间的小三通开始谈起了 然而厦门这个城市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色 今日厦门让人刮目相看 请看我们的报道 2001年元旦 两岸的小三通终于开启了金门跟厦门之间的通航 让两岸之间的交流跨出了关键的一步 于是厦门这个中国的门户再度成为两岸的焦点 厦门市背靠漳州 泉州平原 面对金门诸岛 所以金门 厦门之间的通航呢 又常被称之为金夏泉小三通 由于从2008年6月19日起 台湾民众都可以比照金马鹏住民跟台商 自由往返两岸 虽然之后两岸紧接着展开大三通 但国人仍然愿意选择船班密集 价格比较经济的小三通来往返两岸 就连大陆旅游团前来台湾旅游呢 也有不少是选择走小三通这条路线的 所以在2009年的上半年 小三通呢已经突破65万人次 比去年成长了四成七 厦门市作为一个旅游城市 它的整体风格是城在海上 海在城中 全市是由厦门岛 湖浪宇跟内陆九龙江 北岸沿海部分地区组成的 厦门原属于古铜安县 早在明代就被视为是中国沿海的重要军事跟交通要塞 1394年在厦门岛曾经修筑厦门城 驻兵防守 16世纪下半夜起厦门不仅成为福建华侨最重要的进出港口 还逐渐代替泉州的赤铜港跟漳州的粤港 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 17世纪中叶正成功以厦门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 并积极发展海上对外贸易 到了19世纪中英鸦片战争之后 厦门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呢 虽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但对厦门而言呢 却是进一步朝国际化发展的机会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 厦门岛及周边诸岛 从同安县分出 另设斯明县 1935年国民政府又将斯明县改为厦门市 成为福建省设立的第一个市 这比省会福州建市 还要早了11年 中共政权主导之后 厦门市行政区逐步的扩大 最后同安县被并入厦门市 日新月异 高楼林立的厦门市 其实也有相当多彩的风光 有岛屿 礁石 山岩 寺庙 花木 相互的辉映 桥乡风情 闽南习俗 滨海美食 跟一国建筑融为一体 而其中呢 又以古浪雨最具代表性 古浪雨位在厦门的西南面 面积只有1.91平方公里 岛上居民约2万人 公元1646年清军进攻福建 正成功的父亲郑之龙 暗中投降清军 正成功劝说不成 便率一部分将士出走 以金门厦门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 他在厦门设立不少练兵的场所 其中就包括古浪雨 日光盐的水操台 不过古浪雨真正的美呢 还是在于他的建筑之美 有万国建筑博览的雅浩 公元1902年腐败的清朝政府 跟日本 英国 法国 美国 德国等十国领事 签订厦门古浪雨公共租界章程 古浪雨呢就此沦为西方列强的公共租界 甚至成为多国共同管理的国中之国 各国传教士 领事 商人 争相买地建房 之后呢更出现华侨投资古浪雨的热潮 来自各国各式各样的建筑 相继在岛上出现了 而根据统计 到1937年为止呢 古浪雨建有586床各式各样的别墅 这些别墅或是规模宏大或是小巧玲珑 绝大多数由华侨所兴建 这其中呢以俗庄这个庄园建筑最具代表性 俗庄建在1913年 是利用海边的坡地 力求体现自然山巒的形态跟神韵所打造的园林 园林主人林尔家是台湾板桥林家的后代 除了建筑特色之外 近年来厦门呢 也极力推展所谓的郑城宫文化 350年前 郑城宫的古浪雨水操台 就设在日光岩的水梅旁边 囤冰的所在地呢 就称为龙头山寨 因为日光岩又称为龙头山 而郑城宫打败荷兰 收复台湾的攻击 近年来呢 成为厦门人津津乐道的事 但古浪雨最引人入胜的还是在于钢琴 古浪雨的钢琴曾经有五百架之多 它的密度居中国之冠 而岛上的第一架钢琴正是梳妆主人林尔家索友 公元2000年的1月8日 吕奥的华人胡友义先生 更将他一生所收藏的30架琴给捐了出来 开辟为钢琴博物馆 这部钢琴很特别 对 这台键盘乐器的话呢 它出现在钢琴之前 我们现在一般的话呢 很少看到这种键盘乐器了 那它的发音原理跟钢琴呢 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们可以先听一下它的声音 好 我们现在的钢琴呢 是通过琴锤击打琴弦发音的 而它这种键盘乐器的话呢 是拨弦发音的 我们再听一下 再听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的那个管呢 很漂亮 但是它只是一个装饰 而它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放在家里面 显得更加气派 那这台琴最主要的地方呢 就正中央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纸袋 在一百多年前的时候呢 当时的娱乐比较单调 而那些贵族的话呢 自己想听又不会弹 所以当时专门有人发明了 这种自动的风琴 而我们看到正中央那个纸袋的作用 就好像现在的唱片一样 当时呢 有专门的工匠在制作 你只要把那个纸袋 放到这个风琴里头 在使用的时候 非常的方便 你手不用弹 你只要往那个地方移坐 用脚踩这个踏板 它会照着这个 事先输入的这个曲子 自动连奏 非常的方便 这些钢琴 都是收藏自世界各国的古钢琴 古钢琴是什么年代的 这台书维登 这台琴呢 制造于19世纪中期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盏油灯的话呢 是在当时受到 照明设备的限制 所以当时没有电灯 所以需要用这个油灯呢 去照那个琴谱 而当时钢琴的制作 受到当时工业上的限制 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塑料 所以以前钢琴的琴剑的这个白剑呢 都是用象牙去制造的 那黑剑的话 是一种产于非洲的乌木 也是非常的名贵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 这些古钢琴仍然完好无缺 然而古浪与之所以有钢琴之岛的美誉 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这片土地 曾经诞生一大批的钢琴家跟音乐家 在中国音乐史上谱出无数美妙动人的音乐 2009年的5月 首届海峡论坛在厦门盛大举行 其中包括传统武术的交流 海峡两岸双方以武术脚劲 你来我往 堪称武术界难得的盛世 下来节目有精彩报道 后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